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方评 如果您在休斯顿想置业或者是您在休斯顿有物业想卖出 包括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农场,林场,牧场,公寓,鞋子楼,酒店等等等等 都可以联系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放主题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房子跟以往看到的所有正常出售的房子都不一样 这套房子是一套short sale的房子 也就是说房东跟银行协商之后 以低于市场价并且低于他们贷款金额的这种价格来售出这个房子 那么谁承担房子赔本的差价呢 其实是银行来承担了这个房子赔本的差价的 所以说银行需要同意接受卖家不能还清这个贷款 并且short sale的这个需求 所以说现在如果买short sale的房子 不仅仅是房东同意要买,银行也得同意才行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与众不同的地方 如果这套房子short sale也没有卖出的话 那下一步动作就是到fall closure 也就是法拍的这一步了 通常到了法拍的房子的状况都会非常差 但是这套short sale的房子状况却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是蛮正常的一种感觉 各种状况也非常的好 保持的也很干净 往这边走就是一个洗衣房 这个房子周边同样的户型 报价都是在46万美金以上的 这个一下子就比市场价低了将近三万块钱 这是一楼的其中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这个卧室是一个套间 所以旁边是有洗手间的 这样的一个套间 说实话这套房子的配置 户型位置都是很不错的 对于一个short sale来说 我觉得它完全就是跟正常的房子的质量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并且它是三车库 好我们到客厅那边看一下 因为您看装束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房子是一个中东啊 或者印度人的一个家 但是他们家完全没有味道 就是还是蛮香的 是很好闻的味道 不是有某些种族的体味的那种 然后高挑的客厅 而且窗户都是朝南的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厨房 都是非常规整的一个状况 完全不像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法拍 或者低于市场价的一些银行的房子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状况 就贵了 但是对于short sale的这个房子来说呢 就是在一些维修上 可能不会是像正常买卖一样 卖家还给你修这修那 一般short sale的房子都是as it 也就是说看到房子是什么样子 那你买到就是什么样子 不会再维修了 但是这个房子房领比较新 所以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维修的地方 这套房子是窗户的 正向朝南的 所以其实它的采光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非常高的高挑厅 整个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它的主卧看一下 主卧也是地毯 但是地毯还是很新的 它主卧这边的窗户其实非常大 你看这有一面大窗户 但是它全都用窗帘给盖起来了 有的人比较喜欢家里暗暗的那种温馨感吧 采光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的保养也非常的好 很干净 虽然它有很多的装饰品 感觉房子满满当当的 但是整个房子真的状况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房东还是很爱吸房子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折价卖的一个房子 这边是它的大衣帽间 为什么没有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折价 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一楼的洗手间给客人用的 看完这个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一上到二楼呢就是一个活动室 活动室旁边是一个放映厅 然后再往里走 这是另外的卧室 这个房子的开发商叫莱纳地产南二 如果现在想买这个户型还都能买得到 而现在新建这个户型的价位还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在48万美金起 如果是好学区的一些社区的话 这是二楼的其中一个卧室 这是二楼的另外一个卧室 卧室都比较规整 方正 只要房子比较方正 它的利用率就会比较高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是其中一个洗手台 然后再走过来 就是浴缸马桶间 红布后面就是浴缸淋浴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另外一个洗手台 另外一个洗手台连着 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四个卧室 这边就是第四个卧室 然后再从这边出来 这边呢是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独立的洗手间是给 在放映厅看电视的家人用的 所以楼上就是三个 卧室两个洗手间 这样的一个构造 好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这个房子院子也蛮规整的 有一个高的patio 还有一个室外厨房 室外厨房是要加装 大概一万五千块钱 才能盖起来的 这种高patio也是一种加装 所以这个房子 其实升级还是不少的 然后再往前走 就看到这个院子了 占地本身就比较大 所以院子也比较大 花花草草啊树啊 都是现在这个主人自己种上的 因为买新房的时候 院子基本上最多就给两棵树 剩下的东西都是主人自己种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套 Shot Sale的房子 它是低于市场价的 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Didi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